我現在在周本的巴士中心 然後要來買票 我要買到那個德島縣的名門站前 那這個的話就是直接用機器買就好了 他沒有那個櫃台 好那就選德島然後名門站前 那我是要單程的 所以是一件340日比大人 按他 然後就可以投錢囉 謝謝 那我等一下是要到3號的巴士站搭車 還有30分鐘在觀光案內所 買了一瓶牛奶 好 很酷耶 要來了可以泡一下 然後他的站前就是我要搭公車的地方了 要到名門觀光港 到了這裡就是名門觀光港 如果是要搭巴士或是要搭到名門觀光港 然後呢這裡是觀光汽船的搭乘處 他除了有那種大船外 還會有那種小船 可以像在水中看水中下面的樣子 很像洗衣機的感覺那種 然後這邊也有販賣機 還有垃圾桶 非常棒 他不是只有瓶瓶罐罐而已 他還有一般的那個可蘭垃圾 然後還有紀念品的買的地方 可以逛逛 結果我搭一點的嘗試 剛剛買票時 賣票的人說今天有點晃 因為風很大 我覺得我等一下可能會吐 開船啦 有晃欸真的有晃 他等一下會暈船 這個浪好大好可怕喔 好像在做魚消費的 那邊被開手 我們已經到達到 個機場 馬票 他們被開手 在前面也被開給了 有一番火 有多少 大火 很玉莫 大火 很壯 我們會先忘了 那邊是觀光汽台 我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沒辦法拍得很清楚 感覺要從上往下 所以感覺是可以搭 可以上他的頭等艙 買他上面的票 會比較好的感覺 因為我們平視的話拍不太出來 但是近距離觀賞 那個感覺真的是 很可怕 而且船一直晃 好可怕喔 像在往海盜船喔 他這邊有植物櫃 而且很便宜 才200日幣而已 早知道我就來這邊計了 而且還很大 好可惜喔 我在站前計要700日幣欸 這個也100日幣而已欸 可惡 他這邊會有顯說 今日的最數值是什麼時候 我準備搭的車 搭JR去得島 還好還可以用JRPAS券 剛剛的名門站還有這裡得島站 都沒有IC卡的路口 所以要注意一下 不要逼卡喔 其實這樣走過來也花了不少時間啊 雖然他看起來很近 但實際上要一直走來走去 那我今天住的這一間東橫櫻啊 我是在官網訂的 他官網就有繁體中文了 很方便 然後錄住時再給他看QR Code就好了 然後我今天要加他們的會員 因為我之前訂的時候是用EGODA訂的 不是官網 所以我就不知道可以加會員 然後他加會員的話會 好像十碗送一碗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進來啦 非常簡單的一個房間 然後我剛剛加入會員了 所以有個會員費是1500日幣 那他是免年費的很讚 那這間東橫櫻就是方便簡單 然後又不差 然後他六日也不太會漲價 所以感覺可以常常訂 然後呢他有免費的早餐 六點半到九點可以到一樓吃 然後他的廁所長這樣 也是非常簡單的 就一般商務旅館會有這廁所 這也沒什麼好介紹了 現在發生一個問題 行李箱拉桿 沒辦法退回去 我的天啊 我現在正在拆我的行李箱 我需要螺絲起植啊 我想說至少把他推進去吧 不然這樣怎麼過海關 我剛剛跟飯店借了螺絲起植 然後呢我現在來拆行李箱了 那我剛剛有問飯店說 可不可以幫忙回收行李箱 他說沒有這個服務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我不只行李箱壞掉 我這個也壞了 這個他這個掃了一腳 壞掉了 這是腳架 所以各種壞 然後我的手機也壞了 還好我有跟我家人借i13 所以我的i11有點壞掉了 我剛剛把很多起子拆下來後 我終於把他推回去了 不過他應該也沒辦法再用了 所以這個就當作不存在 來吃這間店居酒屋 因為他有阿波危機 所以我想來吃看看 他的菜單 我剛看完後我決定要點這個 1480日幣 當然一定要點阿波危機 然後再點 應該再點玉子燒 然後跟白飯吧 我應該會這樣點 但其他菜的我還好 不吃菜的 飲料的話 應該點 這個 波蘭菊汁 飲料先到了 這個飲料阿竟然才73台幣而已 有點便宜耶 然後還有這個也到了 火腿嗎還是什麼 我的肉來了 哇塞 看起來超好吃 這個是這一個阿 這個台幣只要331 超便宜的 然後還點了一個小碗飯 哇 他一直在啪啪啪啪的響 這個真的超好吃的 然後 他這個會問你說要不要切 那我是請他幫我切 吃完出來啦 吃到後面 有點小油 所以然後飯又沒有就有點膩 但是他是不是還不錯吃的 然後而且很便宜 便宜 我才花了 六百一十幾塊台幣而已 超便宜的 今天風超大了 看這些 可憐的腳踏車們 好我現在要走到 阿波舞會館 還要過橋 這邊有個小河川 阿波舞會館 到啦 就是前面那個金光閃閃的那一棟 這樣遠看其實蠻漂亮的 那我差不多走了十三分鐘到這裡 跟我預估的差不多啦 這個一樓這個開到八點 我應該是沒機會了 那我現在在的這地方叫 眉山 上面可以看到整個德島的市區 這邊還有休息處 這個展望台阿 有愛情索 真是爆難度的這個 這是甚麼鏡子阿 可以上去看一下 我現在站在這裡 往上阿 喔~~~ 忘花桶耶 哇 來看阿波舞了 我這是夜間廠 我剛剛飆上去看夜景 然後馬上又飆下來 然後等一下8點要去看看50分鐘 阿波舞 然後順帶一提 阿波舞跟我剛吃的阿波韋姬 他們的日文發音是一樣的 庫巴 看到這個 我今天拍不出這個樣子 到底為什麼他們可以拍出這麼清晰的樣子阿 我看起來很像一坨東西耶 進來了 裡面可以拍照錄影 但是不能用閃光燈 開始準備了 再三分鐘開演 大家要來跳 好好笑喔 好好笑喔 好難喔我放棄 我剛才去問他們 他到底在喊什麼 他就喊這個 YATO SAN Y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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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很好看 那他時間是差不多50分鐘 但是你不會覺得很久 覺得 很值得來看一下 可是我現在腦海裡都是他們喊的那個聲音 那我現在要走回去住宿的地方了 再走15分鐘回去 回到住宿的地方啦 然後今天就先到這裡了 然後今天就先到這裡了 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